这里是中俄盟三国边境 这里是我国北方的朗旗 在长达万年的漫长东境 他们时刻都面对着疯狂的道路者 他们每天都接受着生与死的考验 他们守护着中国最大的一块冰 手冰 天网栏目即将播出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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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对于达赖虎公安分局的水警来说 他们的保护对象是自然界 可能的受害方不是具体的人 因此很少能接到报警 异常情况的发现主要靠巡逻 如果接到报警 那一定是出大事了 这一天警方不仅接到了一个报警电话 而且是一个村主任打来的 11月份的达赖虎正是冰封世界 但这个世界上湖捕鱼 无法安全生产 因此鱼价也被推高到一年中最贵的时候 正因为这些原因 那些四楼烂捕人员都会选择这个时期求财 他打一次鱼的收入 如果说打好了 最急往里出鱼多了 他可以有上万元的利润 但是这个世界也正是冰面尚未落实 容易出现断裂踏兵的特殊阶段 这一会这开个清空 一会那开个清空 风还吹得呼呼 也是非常害怕 但是他为了振动的钱 他们就 只法律于生命不顾 就上兵的兵经营私服 上兵 人可能直接被吞噬生命 他们为什么这么找上兵呢 他们就怕打击处理 如果是兵厚一点 人能经营车格呢 抓货的概率就高一些 所以他们在兵雹的时候 以为我们不敢上 上兵执法 水井也面临着同样的风险 唯独甚至会付出更大代价 私部人员借机挑战执法者 他说这个东庙啊 有这么三十多个雾民 上兵捕鱼 结果被困到兵里头了 人在地上根本没有长生之地 要不跟你切碎了 直接这兵互相一串 这个跟刀似的 切碎了 要不直接就埋到兵里 情况十分危急 警方担心会出现群死群伤的严重后果 他们如果大面人多去了 那如果是造成大的事件呢 那就变成群体型事件 那我们就是有责任的 你不去也得去 警方了解到 这些私部人员是头天夜里十一点左右 趁夜色就上兵了 后半夜下网成功后 准备折返时突遇狂风 在冰上真吓人啊 咔咔直响 一会儿开个青钩 私部人员向村主任反映 他们所在的兵面不断松动 流移 风力不入下 产生巨大撞击 他们走到哪 兵面断到哪 直到天亮 他们也没有找到任何 可以安全上岸的结实兵面 他们当时离岸边 大概有三公里左右 中间呢 这个形成了一个断裂弹 当时夜黑风起 冰层断裂的恐怖之声 笼罩了湖面 说话喊话都听不清 大概应该是在一公里了 要靠近断裂弹 还有三公里的距离 而这三公里 是只有九厘米厚度的薄冰区 而冰面载人的安全厚度 是十五厘米 救援难就难在 薄冰区上什么车都不敢上 徒步也可能导致塌冰 冰路开了 那肯定就是想救的救不了 台湾事件 人可能就掉进那个大的湖里 冰区也上不来 除非用直升危机 能把他救了 别的是救 不可能的 大家伙就谁都不敢上 这么情况下 完了江峰说我派上 结果江峰为了避免 能少上一个就少上一个 后来他就领了两个消防战士上去 这一去是生死的考验 江峰和两个消防战士 能否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同时 救出体力耗尽 惊魂不定 随时面临踏兵的 三十多个私捕烂牢人员 那段时间呢 咱们是不主张 咱们的这个执法人员去上兵去 因为太危险 因为咱们曾经也发生过这种血流教训 他们上我们也得上啊 说这句话的 就是经历过一次生死考验的水警 于永德 当时也是这个季节 三台摩托车 我们就把它解惑了 当时他们六个人 我们三个人 然后怕他们控制不住 把那嫌疑人呢 整到我们车上 就给他篡开以后 就防止他这个以后 他就是要驾驶什么再跑了呢 就在两组水警 押解私部人员互相靠动的途中 于永德等二人 驾驶着 在有一名私部人员的摩托车 遭遇险情 摩托车轰的 就是他有 通过了 三个穿着厚重冬装的人 和摩托车一起 载入虎中的青眼 有个大青眼 当时没发现 刀跟前不敢烫 在冰上刹车刹不住的 青眼是指封病后 没有结冰 或虽已结冰 但比周围冰雹的地方 水清到这个冰淫衣里面 那重量会翻成几倍 带有游泳技能 它也施展不开 而当时的气温 是零下三十度 比冰箱冷度式的温度 还低很多 是个速冻的温度 过时很多东西 人就僵硬了 多待一分钟 就多为危险 当时距离他们百米的 另一组执法人员 听到这个异常声响之后 以最快速度 赶往出事地点 就战友们一怕 机器吓坏了 说值得我摸车三个人 说就看着两个人扑呢 就坏坏了 那人肯定得有一人 一纳了出事了 摸到哪个他 最大担心 那个就是怕他上不来 不能扑了 保持体力 抓住兵 一旦手僵硬了 你撒手就没了 在前一秒 我们还是执法者 和被执法者的关系 这一刻我们考虑的是生命 执法者押送撕捕人员 同时遇险 双方都成为了 急需被救助的对象 当时撕捕人员 首先被救出 最后我到啥地步了 我这手啊 他给我撇的绳子 我抓住说 抓不住了 怒了 此时 于永德在兵下 已经持续了近十分钟 手完全麻木了 抓取甩来的救命绳索 已经无能为力 太冷了 天太冷了 快来 兵面松重 救援人员无法靠近 直接拉拽他 但是在兵面上 这封爬里 很难精准掌握力道 救援人员担心 爬里过去后 伤及知觉已经不再敏感的 于永德 如果他抓不住 爬里反倒打破他 目前勉强维持的脆弱平衡 使他掉入六米深的冰水湖中 救援人员再次小心地推动 爬里平稳过来 但于永德的手 知觉丧失 抓不住了 他只能缓慢 摔动大动 僵硬地挂住爬里 被拖转了 就在此时 意外再次发生 爬里抢住了 将着的手 钻不住绳子 这次 于永德只能吃力地 用火壁挂住爬里 右手单手把绳子绕在手腕上 他终于被转出了水面 但是出水并不意味着完全脱险 零下三十度的低温 会使人和衣服 整匹速冻成冰柱 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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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愣着 他就不用动死了 走都走不了 衣服都是冻的 你不走 我走不动了 就成个大冰 大冰屯了 幸运的是 于永德他们三人遇险时 及时被同事们发现 并且救助方法得当 救援人手 也有保障 但此刻 江峰和两名消防员 三个人需要救助三十多人 面临的风险和挑战 就是玩命 因为上面有被困的这么多群众 咱们必须冒险 也要下去继续去进行救援 这两个消防站的时候 从来没走到冰面 走到冰上 还很害怕 夜色中的湖面上 江峰既要借助手电筒 微弱的光线 一步一担心的 择路而行 又要顾及两个消防战士 出色上兵的巨大恐惧 领了他俩 一直走了 两公里多 三公里左右 到了这个断裂弹边 当时 究竟赶到了救援队 已经拖进去了 一个处方舟 主不个人就开始往外运他们 等他们到了之后 又运了两批 江峰所长领 他最后一个人上兵的时候 我到了跟前问他 我说冰上还有没有人 他说没有了 当救援完成 已经过了零点 结果一点人数 警方觉得蹊跷 结束了当时救上来 是十五个人 但是咱们接到报案的是三十多个人 大概有个四五十人吧 最初究竟有多少私部人员上兵 现在还有多少人员失联 寒冷漆黑的湖面 就近的家属不断赶来 现场十分混杂 警方掌握到 已有被救私部人员 趁乱离开了现场 我们都在都在岸边嘛 还没敢奔这 甚至因为他们也知道 这种是一种违法行为 他们顺着夜色 顺着旁边就都留回家了 报警时分明说的是三十几人 后面又变成了四五十人 而现在能对上号的是十五个人 那么其他的人员下落如何 是被救后已经安全如数回家了 还是为躲避处罚 慌不择路 途中再次发生意外 生命受到威胁 他也不会选择 选择让你去抓住他 正是因为他们有这种心理 警方的担心还是放不下 不出所料 一通电话印证了警方的担心 紧接着第二天七早八点多钟 又给我来电话了 就说我们还有十个人在警察 这几个人呢 他头一天呢 他们没选择上岸 由于湖面喊荡 没有参照雾 又是夜晚 泽路很难 很醒 头一天他们没选择一块上来 就已经他们就不舍的 扔到这个摩托和扔到这个网 他们就觉得他们 有能力上来 结果没想到这个赚了一宿啊 结果天亮了之后 唯一能找到的上岸的估计 也就是这个地方 但是这个地方 他明知道咱们有警力在他们部署 但没有办法 他们才选择的这种报警 清沟开了 摩托过不来了 三道清沟 虽然他们是这个 撕捕烂捞的这些人员 但是他们的生命 依然是一种生命 在这种遇险的特殊情况下 警方逼了话 我说就是让他们上 咱们这次就不做处罚 因为人命关天 然后呢 但是呢我们要做登记 要做记载 情况紧急 警方马上同意他们 从乌渡鲁派出所方向上岸 并且提供了路线保障 咱们呢在制高点 给他看得到 拿碗睛瞅着 然后呢 这个 咱们的警队在底下 给他们指挥着 多谢 你用几个摩托 六个四个 这五 加那两 里头还有吗 来了 都着急着急开会 太危险了 这都让 打点鱼 你这抓不着 这位子都抓不着了 这保证生命 太危险了 太危险了 任何人也不处理 但是一会上派手 就把情况说一下 你每天上去的 你们叫啥名 就说这时候已经 下轮往 下面下轮往 头一天夜里 由于情况紧急 第一波被救 四部人员 这十五人 只能汽车逃生 十三小时后 第二波 四部人员 十人 连同他们的摩托车 也一并被警方 安全撞击 但此刻 轻点人数 两次共救出 二十五人 然而 这个数字 依然与村主任 几次报来的 预险总人数 对不上 就完了之后 刚回到派出所 饭还没等吃完呢 又接了电话 下午三点多钟 十月份的下午三点多钟 距离天黑 只有一个多小时 太阳一落山 气温会骤降至 零下三十度 刚刚私立逃生的村民 鳄鱼反应 那些失联的村民 是十一号夜里 就去湖面下网了 如此算来 他们已经上兵 四十个小时了 如果他们还活着 能否生还 鳄鱼是刚刚被救出来的 十个四部人员之一 虽然生还了 但是经历了冒险捕鱼的 惊魂一夜 他仍旧心有预计 你知道是那个方向是岸 但是你过不去了 你只能说绕 绕 绕 我们绕了一球 他走出十四里 一直在走 不敢停 因为想 他就有风 我们就随着个兵的面积 就跟着他走 这个兵 又握起来 他跟那个另块兵 要是合上了 我们就趁着这个机会 从这兵上 遇到那块兵 这一夜之间 就经历了 就是跟死神不斗了 似的 处处是谁 本身的冰雹 就是人有一种那种 特别压抑 又特别恐惧 哎呀 都乱了 他关进水后 都蒙一蒙圈子了 你说东南西北也分不清了 都在一分钟 都一分没钱 尽快走出去 再发射 特别害怕呀 能不能活着出去 生还 毕竟是幸运的 一去无归 也不是没有发生过 在达赖虎公安局的展览室 封存这一段悲伤的记忆 再也没上来 我不想提 那长迷 谁敢 除了眼泪就是眼泪 每年到这个 十一月二十一号这天 我们都在一起坐一坐 在座上一坐呢 那个情景 全哭了 微信只说 今天是 十一月二十一号 就都不说话了 最痛心就是那次 一要二的 生命的待遇 一九九七年 十一月二十一日 距今 虽已时隔多年 对于同车预险者 依然历历在目 我心里就有两个坐 非常 就感到已经完了 看完了 上了去了 我完了 我第一反 永远回不来了 那一次 回不来的是 两条鲜活的生命 私捕烂捞人员的 违法行为 让一条鱼命 换走了两条人命 当时也是十一月 大赖虎封兵的时节 二十一日 全局出动在湖面执法 时任副局长赵小剑 带队的六人小组 乘坐一辆 加了跨杠的小三轮 在冰面 押解一名私部阵员 途中 突遭补测 整体的 整个的车 就是直上直下 就掉下去 随咔下去 到这个冰杠里了 咔就下去了 我们 太结枉了 七人连同小三轮 整体坠入冰湖 赵小剑局长 那时候已经 他就直接跟着车 带着湖 此处湖身七米 此时气温零下二十八度 每个人都命血一线 在拼命自尽 当时 首先自救成功的周旭东 从湖面只能看到 有五个人在争扎 那个副局长 已经在水里上不来了 他们直接撒了 就连一整都灭了 我就感觉到 你说就一瞬间 一瞬间 阴阳了 就这一瞬间 就在眼前 赵小剑消失了 第二个自救成功的 是那个四老乱博人员 生死两个的现场 还有四个兄弟 需要征奔多秒 才有可能 从死神手里夺回 你寝透了之后 感觉到上不去了 那时候就 随机穿一穿的 磕了很多的凉水 我父亲说 你要是被淹着的时候 你就使劲喝水 喝水到拽下来 能控过来 你要是枪着一下 一口就消 周旭东迅速撤开大衣 又脱下里面的皮夹克 作为救援工具 拿大衣 撇一下我够不着 够不着 他们又接了一件衣 接了一件衣 又撇来 撇来之后 这时候呢 我一抓这个大衣的同时呢 手套就睡进去 一把一抓 抓着就带来 此时 在湖面执法的其他小组 距离他们最近的 也有六七公里 他们想到 鸣枪暴行 上来之后 鸣枪我那个枪就冻死了 所以子弹上不上去了 两种原因 一个是鸣枪事件 再一个通知后 户局部队 就往这边再来了 赶紧来救我们 我们已经掉了 面对重大行情 周旭东立刻发出指令 就告诉我们三个飞 别动 活动大家都能生活 此刻 困在湖面上的 刘海亮 王瑞 袁锁军 呈三角形翻步 他的双手 一直是紧紧拽着我的挡 袁锁军也是 两只手 也是紧紧拽着我的挡 啥没想 就一个算一个 我把他一刹 就扔成了 刘海亮 反复 刘海亮抓住大衣之后 被拖拽给前移 但袁锁军 拽住大衣的手 没有任何握力 一下子拽拖了 他用这招 已经无法实现 被拖动前行了 而此时 王瑞也是同样的状况 他说说一遍了 麻辣 他说是牙咬 大衣小 那个大衣呢 上面这个 因为有水 连冰在水 很厚壮 但是他死死的 用这个牙咬着这个大衣 他咬住了 他就能活 咬不住 他也就 也就没了 除了用上牙口的力量之外 王瑞把胳膊 揣进了拖拽大衣的口袋里 集中生智 两种力量形成合力 给自己上了双保险 随着刘海亮的潜移 他也像糖葫芦串一样 一同被拽出 才得拖鞋 他皮里还轻啊 好伤了 时间一分一秒在流逝 已经拽不住东西的 袁锁军细细炎炎 寒冷和冰水 正在耗尽他的体能 麻木着他的全部直觉 此刻他已危在淡气 我跑进墙 我去救了一把 我最后一把 我说 那感情得到我也是 我就站那冰跟墙 再说也就是不让我做了 我站着又愣了一把大衣 没反应了 我完了 失去直觉了 至少是意识上失去直觉了 都论秒算 你少一秒 他就容易牺牲 赶紧铭枪 给后边尸体了 往里上来以后 使牙咬上堂开枪嘛 我马上放枪 完了把枪一放 这时候就营勇双双 看着后卫部队 他们应该是听到枪声了 然后 他们应该是有拿望眼镜看 说车没了 就几个人呢 坏了 出事了 说刚才听到枪响了 完了 这些人就开始跑 在救援大部队到来之前 周旭东 王福 刘海亮 王瑞 虽然暂时脱险 但只能说捡回了半条命 在零下28度的气温下 由于他们全身湿透 没有干衣服可换 从预险到现在 已经扛过十几分钟了 进入了声音极限的倒计时 如果在冰面上停留下去 他们会被直接冻死 冻也冻死了 那天非常冷 最后都让我们大家都坚持住 但是后来就不行了 给你询问一下了 是这个秦宇皇的兵马俑 面对冰水中还睁着眼的袁锁军 已经动应的周旭东一 王福 刘海亮 王瑞 四兄弟 依然没有放弃 还在努力 我们大家亲戚合力拽他的时候 他这身子离开了冰镖 往后仰了 此时 袁锁军尚有拽的意识 但没有了拽的能力 当我们拽他的时候 衣服从他的手中脱落了 直接飘到水中间 他当时手就放下了 脑袋就一仰 一点反应 看到水从他的面部 一点点地没过他的头 我完全忘不了了 一钻石 谁夸一过目 完了 人一摸到这就完了 你们也铲去定了 太难过了 他的眼睛始终没闭 始终在睁 就进到水里他在睁 看了最后一眼就露过头 当时在冰面上的时候 我也知道他永远回不来 因为所有人对冰水军 已经无能为力了 清点一下然后上了几个 完了那个周旭东在那边 喊说 就咱五个了 上来了 稍微咱没看着 远水军也不行了 我说那咱们赶紧往下走 这短短的十几分钟 王府 周旭东 刘海亮 王瑞 被危险和寒冷 双重袭击 此刻几乎冻成冰陀 他们的腿已不能弯曲 但仍然不忍离开 上流有两个兄弟的灾难现场 直到救援队赶来 才不舍而去 才能顾及自己的另半条命 全身动得非常的僵硬 走路都没法走 相互在膝盖的部位给踹踹 踹踹才能一步一步的挪 等大家给我弄到岸边的时候 上车上不了 大家是用脚把我的膝盖踢挖了 才把我弄到出来 在达赖湖 隐私不烂捞引发的伤亡 多发生在五月的熔冰期 和十一月的封冰期 一些场景令人触目惊心 现场能看出来 就从爬了以后 我走了 有走个一里多地的 就躺下一个 最后可能离岸边没有多远了 就冻死了 冻僵了 年年代有七八个 你就算吧 小的时候两三个 多的时候七八个 就是因为这个斯波拉劳死了 而十一月十一日上兵的四部人员 未避开警方视线 已经在湖上绕了一天两夜 这四十个小时里 是否也会发生坠冰冻僵的血情 还有这个欺民人员还在边上 村主任第三次报警 救出警方解救那七名私捕人员 你还不能就是任何处逃跑 越跑越近了湖的中心 越来越人心 你这都有责任 你必须还是给他找回来好 还是救回来好 这七个人经历了前两拨被救人员 遭遇的所有风险 为什么还不紧快乘传 他们一边大概有四五百米的时候吧 下午四点多钟的时候 还没太黑呢 就可以直接上来 结果他来回绕我 早就上来就好了 他们原本可以安全上岸 但是因为冰面只能承受人的重量 带着交通工具就很冒险了 一个人才一百多斤 那一个交通工具 一个摩托车 至少有三五百斤 上来之后冰会塌的 他们既想保命 又不想汽车 结果绕到现在 在现象环上的弧面 花了两天两夜 耗尽了携带着招机 他们的手机一动 就是没有电了 所以就害怕联系不上 如果远了的话 还花挺早 手机在没有电 就失去联系 从保命 保车 到汽车保命 直至崩溃 此时已是人车难保 这样的话呢 就马上跟这些人取得联系 然后他们的嘎茶掌 也赶到咱们这个五都路来了 最后一个了 就这么一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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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把他们七个人倒过来 人为财死 他们就是为那点小利益 看着人上去 我也想去 因为这个来钱快 侥幸喜利 他也知道 我这成功一次 我哪怕你抓我五次 我还是有利润可图的 你抓住一次 我可能这次损失了 我去十次 你不可能十次都抓到我 他也知道咱们警力有限 达赖湖太大 正因为四楼烂捕人员 这样的认识 为达赖湖的管理 增加了难度和风险 我说你看这么危险 你们就别上来 我说你们要上 我们就来上 违法犯的先人 他们出现在哪里 警察就出现在哪里 他们能上兵 我们要上兵 就是制止 叫管理 最严重的时期 四部人员带着马车 摩托车 小四轮 能上的交通工具全上 在湖面铺开烂捕 就是成百上千的上去打去 他就是枯竭性的 他没有数量限制 他恨不得说 我一天那个网络 论杆下的 我一天能下多少 我下多少 我能起多少 我起多少 四部人员使用的网具 不考虑网眼大小 更不论鱼的品种 最早应该是三十多个品种 后期已经有十多个品种 已经不见中央了 我们不能喝则而鱼 保证这个资源有需利用 国家的企业 它捕捞的时候 都是根据打什么鱼 用什么网 都是很科学的 达赖虎冬年 就是呼伦贝尔最好的草原 如果没有这支队伍的保护 枯竭的不仅仅是达赖虎的 野生鱼业资源 同样危及整个呼伦贝尔草原的生态 在头两年 水质撤那么多的情况下 湖底全是杀死了 风一碎 很有可能 呼伦贝尔草原就会杀化 甚至河边可能已经没有芦苇了 没有这种鸟类 兽类 鱼类生存的这种环境了 那么对整个的生态鱼 是一个极大的一个破坏 因为呼伦贝尔草原就一个这么一个最大的一个湿地 最大的湖泊 它对于气候的调节是很关键的 仅有70多位民警的达赖虎公安分局 却守护着2300多平方公里 相当于两个香港面积的湖区 以及7400平方公里 如同上海和香港总和大小的达赖虎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为了这方水土 他们背负着使命 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它没有变 它到死也没变 你忘不掉 那个时候回来后坐了8月 我们梦里来死人 就冻死在一个冰面上 他的脸朝着这个方向是家里的方向 我们赵虎兰非常迷惊 刚当夫妻兰 工作但劲相当多 他们在一起要比一家人 夫妻之间要待的时间要长得多 他们那个感情真正的是生死的一种的关系 连续跟赵虎兼 打捞上来之后 放马车上 我转着马车往回岸边走 他走了一个多少时 走多少时 踩在冰面上的这么一步 沉重但又回响 多年打击形成了震慑 预防大雨打击的理念 提升了人们的守法意识 树立了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 冰雪融化之时 将是生计盎然之际 打赖虎是呼伦贝尔人的母亲虎 他时刻涵养着我国北疆最好的草原 呼伦贝尔大草原 他时刻守护着我国最大的森林宝库 大庆安邸 相信 随着动植物资源的恢复 水资源的良性发展 这里将成为我国的边境圣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